而专业行为失当 重温当年的报道 姚女士在97年2月 发现自己有了BB 不过主训西医杜振峰医生说 她在子宫生了个纤维柳 并安排即晚做手术 终止怀孕 但是杜振峰同时将她整个子宫 右边卵巢和书卵管撤除 后来发现报告指 纤维柳是良性 子宫、卵巢和书卵管 也是健康 姚女士去年向医务委员会投诉 今天委员会裁定 杜振峰专业上行为不当 不过只是向她发出警告信 但是我觉得对她的判决太轻 她觉得我女性的象征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太监 而她第二任老公也觉得很无奈 医务委员会主席解释 为什么判决这么轻 没有向病人解释清楚 没有指出 除了这样的处理方法 还有其他 让病人有足够的考虑 所以这方面的沟通问题 是有过失 所以可以说是属于比较轻微 但是你还可以说是属于比较轻微 出品的 参考虑 在这方面的远速 我来说是好 但我去谈认 这方面的远速 我来说是属于比较轻微 是属于比较轻微